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公腔的容量 等你认身以后呢 到人数足月大概是从五毫升要变成五千毫升 到人数足月多少毫升呢 五千毫升 所以有一年在我们这个组织妇产科里边啊 考过一个题目 这母体的什么变化 这个变化比较大 是子宫吧 那子宫的变化 公腔容量 大概是增大了多少倍 所以你看一下五毫升到五千毫升 多少倍 一千倍 所以好同学想都没想 怎么会一千倍 那又大概有多大呀 所以你没有这个意识 没有这个概念 在今天呢 在这个地方大家需要掌握一下 果然这个大小长宽厚的改变呢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就行了 好 我们不做重点啊 那这个地方我们要做一个重点 就是公腔容量 由非认身的五毫升 变成了认身足月的五千毫升左右 子宫币肯定是从正常到什么 到变厚 然后又什么又要辩驳 一开始想长大变厚 最后呢 随着孩子长大 这个子宫的基层要什么拉伸 然后变什么变薄 这个地方大家参考一下 好 这个地方是个重点 那子宫变大 增大变软 它是怎么去用客观指标去描述的 在哪呢 这 同学们啊 可以在持股联合上方摸到大子宫 什么时候可以摸到呢 记录叫什么 十二周末 所以在考试就考大家 你子宫增大 我们什么时候在持股联合上方 能摸到呢 记录十二周末就可以了啊 好 这是这个考虑 就今天我们这个子宫的变化 记住大软 记住五千 一千倍 五毫升到五千毫升 记住十二周末 在持股联合上方 能摸到 最大的子宫就可以了 到人生晚期呢 子宫一般都轻出什么呀 右旋 这个右旋问呢 对我们理解后面 为什么 你人生期间 母体要是休息 为了改变起来的表现 你左侧窝窝窝最合适 因为 这子宫呢 要往哪偏呢 往右偏 右旋子宫容易压迫什么 想强行慢 压迫时间久了 会影期什么呀 回心血量要减少 爱影期 大家说的什么 低血压 氧卧位 低血压综合症 所以我们建议你 应付在什么 休息期间 拜左侧窝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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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窝 peso dic colored Milky 什么问题呢 就子宫侠布的问题 这个子宫侠布呢 大家就是在这里边考试的时候呢 除了我们说子宫整个整体的也改变 还有一个子宫侠布的改变 这个侠布咱们前面讲解构短题道过 背影时多长呢是一公分左右 等你这个人生的什么中晚期以后呢 它要逐渐怎么样拉长 到你临产的时候呢可以继续拉长 但是伸展以后呢 大概是最长的 记住不能超过几公分啊 十公分我们叫七到十公分 然后称为了软产道的一部分 我们伴这个时候呢 伸长拉长变来的东西 我们可以换个名字 叫子宫什么呀下断 所以其实这个位置呢 我们在前期课 讲解构的过程中已经讲过了 当然记着我们侠布 子宫下断是有侠布变来的 然后飞跃时我们叫子宫侠布 多长呢一公分 当你临产的时候呢 伴随子宫的变大 侠布要逐渐被拉长 拉到最长的时候 大家记得到你临产的过程中 会继续去拉长 但最长呢 不能超过几公分呢 十公分 我们叫七到十公分啊 这个时候给换个名字 称了什么 叫子宫下断 所以这个子宫侠布 如何变成子宫下断 所以同学们来说 不要忘了这个考点啊 好 这是管理者子宫 那同时呢 我们办子宫里面 还有个什么问题 宫颈的问题 宫颈就主要了解一下 怀孕期间 宫颈的粘膜要什么呀 水肿充血啊 因为你整个这个血管要扩张 所以宫颈粘膜要充血水肿 所以呢 宫颈肥大 变软 呈什么颜色 紫蓝色 紫蓝色主要是 宫颈的血管 有医学能采到 所以我觉得比较好理解啊 当你临场的时候呢 宫颈管要开始变断 并扩张 然后主要是形成什么 软上它的一部分 立于什么 它也免出来 再一个呢 伴随这个基础水平的改变呢 宫颈的粘液 分泌量也会增多 不仅分泌量增多 它主要变得稠厚 粘稠 让形成粘液酸 把宫颈口堵住 防止什么呀 外来什么 感染的侵犯 这个是叫什么 关于宫颈的什么呀 粘液 那再一个 这个地方在需要 中央掌握 就是这个什么 blank收缩 也称为什么 生理性 这种收缩 大家记录什么意思呢 从什么时候开始收缩 从什么时候开始 12到14周 从这个时候开始 这个子宫呢 出现一个生理性 你没有感觉的 就孕妇 没感觉的一个什么 有不规律的一个收缩 这个收缩呢 孕妇感觉不到 我们办这个收缩 叫什么 生理性收缩 所以说 同学们一定要记着 它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一般从12到什么 12周开始 这个收缩的什么特点 要记着 没有什么规律性 而且孕妇是 有时候一般来说 是感觉不到的 好 你可以说 在摸肚的时候 可以能触到感觉 但一般来说 它感觉不到 痛得那么明显 如果你说 痛得明显 那就该分眼了 是不是 所以呢 把这个地方呢 大家需要大家掌握一下 blank收缩 好 这是关于这个什么 生形容 这边的变化 最大的什么问题 关于子孔的问题 这子孔的特点呢 我们讲的比较多 也是一个重点的重点 需要大家牢记 再来就是 关于卵巢呀 像云道呀 收缆管呀 这几个我们了解 这边了解一下 卵巢呢 一般来说会 越增大 因为我们知道 排过来有个黄体 那半细黄体呢 要分离其次的增多 它要会慢慢的 稍微大一些 所以卵巢呢 会变大一些 它这个卵巢的功能呢 我们说了 黄绿功能从收以后 有时来代替 胎帕完全取代 所以呢 一般我们说 在收之前吧 从那个月经黄体 有了什么人生黄体的变化 所以卵巢呢 有稍微有点什么呀 更大 输卵管呢 也要什么 要增出 而且蠕动的改变 因为它有更高的什么激素 脂氧激素 阴道跟宫颈一样 它要变软的同时 因为我们说了 有什么激素水平增高 反而是什么 效果要扩张 所以会有些什么呀 成什么 在蓝色啊 分泌物会增多 皮液症呢 因为脂氧水平的增高 皮液水平要下降 这个外因呢 也变成什么 有点水冷的表现 因为整个它要增生吗 要肥大吗 这表现 所以呢 在这里边 像卵巢呀 输卵管 阴道 外因的变化 大家参考一下行了 但有一点记住 在人生期间 卵巢是不排卵的 大家记好了啊 为啥不排卵呢 因为它要受 高水平激素的影响 因为人生期间 有非常高的激素 不喜欢你卵巢的 就发育 卵抛 用激素了 所以呢 相对来说是被抑制了 所以说人生期间 卵巢是不排卵的 好 这是我们讲这个什么 生性的变化啊 第二重点内容 哪呢 乳房的变化 这个乳房的变化 其实也简单啊 这个乳房 有腺管 还有腺抛 伴随人生的发生 有高水平的 次氧激素 也就是说 这个次氧激素 比我正常 没有什么人生期间 它是非常什么 增高比较明显的 所以在过高的 激素作用下 这个乳房的变化 腺管要怎么样发育 腺抛也要变大 所以在变大同时 那我们可以知道 乳房肯定要怎么样 增大了 是不是 然后伴随次氧增加呢 会把有黑色素增加 所以乳房呢 乳头乳孕 要出来什么 颜色变成褐色 就是颜色要加深嘛 我们叫什么 叫佐色 那披日线呢 有增生 出现什么 叫萌式什么样 节节 我们可以可能什么 在人生晚期 我要挤牙乳房 会什么呀 会有液体移出 成为什么 有点 粗 所以增大 着色 萌式 节节 粗特点 你能理解就行了 其实我们说 它的变化呢 都是有关系 高血清的什么 什么激素 声音激素 就可以了 好 这是管理着乳房的变化 前面讲起来就主要是生育系统 对乳房的变化 咱们来再看一个 还有一个考点 需要大家掌握的地方 什么地方呢 叫循环系统的变化 就是说我们需要大家理解 人生期间 心脏的负担 是加重的 那对我们说 那我们说如何理解这个 心脏负担的加重 再一个 还得了解一下 就因为你怀孕期间 心脏负担是加重的 所以我们如何在整个孕期 去保护它 去监护它 避免它发生什么 一切的变故 所以呢 我们从这讲 这个变化 也是一个考点的考点 那么看一下 第一个问题 心循环吗 都有心脏 还有什么呀 还有血的循环特点啊 咱们看心脏的变化 一个呢 心脏负担加重 它为什么会加重的 我们解释一下啊 一个是它的位置要改变 其实这个好理解 到我们的后期 伴随它来长大 它要什么 向上顶着隔肌 顶隔肌的同时 要什么 顶着心脏的位置 发生改变 怎么改变呢 就像什么 像左侧 像什么 像前方去改变 所以呢 心脏的位置的改变 会导致什么呀 心脏负担 是加重的 为啥呢 心脏位置的改变 导致心脏边面的 大血管都要扭曲 大血管一扭曲 心脏向为射血 负担是加重的 所以呢 位置改变 导致负担加重 再就是怀孕期呢 随着我们说 这孩的这个增大 这个心脏的血容量 要逐渐增加 到人生末期 可能增加10%左右 血容量 容量 什么 容积本身要什么 末期要增加 就是整个心脏的腔势 代场性怎么样 扩大 这一扩大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肯定是负担是加重的 对不对 所以心脏的容积 本身要加大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 我们说心率要加快 人人期间 代谢要增快 所以呢 心率要加快 心率积加快 每分钟增加 是要15分 15 15次 那一增加 我们知道 心率增快 好要量是增加的 所以心脏负担 也是要加重的 下边还有一个新的改变 其实我们可以理解 心脏容积的扩大 会导致 瓣膜相对 光滴不全 光滴不全 会在收缩器 听到什么呀 你讲的 叫什么杂音 收缩器杂音 收缩器 第二剂 推动了杂音 主要的原因就是 心脏容积的扩大 导致什么 血容量增加 容积扩大 导致这个半毛呢 相对的光滴不全 所以我们一般讲 光滴不全 是什么 收缩器杂音 像我们挟枕 一般是收缩器杂音 对不对 所以这个心音的什么 这改变 也会导致 心脏负担是加重的 还有心排阻量的增加 心排阻量 也从认身什么样 十周开始逐渐增加 到32 34周 到一个高峰 我想这个时候高峰呢 因为血容量 也是增加的 不是心脏本身容量 是血容量 血容量本身增加 从认身6周开始增加 到32 34周 到了一个最高峰 血容量又增加 然后心力要加快 心脏容积要扩大 位置要改变 这一系列原因导致什么 心排阻量 必须要怎么样增加 它要不增加 就没法完成 这个心脏的代谢 所以呢 那心排阻量一增加 负担也是要加重的 那今天我们记得就是 这些原因导致什么 心脏浮大加重 记住容积 心脏的容积 扩大10% 心排阻量从10周开始 就要增加 到什么时候最高峰 大家记住 32到什么 34 那这是我们说的心脏变化 那临场后的第二层能量 心脏排阻量更想增加 因为到第二层的过程中 会每次有什么 公缩 有什么回心血量要增加 血量要增加 心排阻量必须要增加 所以呢 到第二层呢 会显著增加 所以这个特点呢 大家参考一下 转心脏的改变 第二个 关于使用 血液的改变 一般来说啊 虽然血液量增加 但人体早期中期 血液还有什么 偏低的 因为它血液要扩张 整个的代谢要增加啊 人人晚期 可能会轻易增加 一般来说呢啊 变化什么呀 很明显啊 缩压没有变化 双压会轻易降低一点 使脉压会怎么样 稍微增大一点 那一般我们可以这样讲 整个关于期间 血液的变化 没有那么明显 好 主持啊 三个关系脉压 脉压主要还是对 压迫的有关系啊 对上肢脉压没有影响 但下肢呢 就出压了 因为子宫是右旋的 右旋子宫 我们知道下腔脉 肢脉在哪呀 在右侧 所以压迫右侧什么呀 下腔脉 导致什么 静脉的回流 什么不畅 肢脉压升高 所以呢 运不回应期间 用你发生像下肢的 静脉脊胆 还有什么呀 痔疮就出现了 所以这个地方 大家需要了解 主要什么静脉 叫下腔脉脉 因为大家都熟悉 当简科讲 下腔脉 为哪一侧 右侧 所以这个静脉压 可不要忘了 好 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 讲这个运期 什么母体的变化 变化里面讲一个 子宫生系统 还讲个什么 讲了乳房变化 还讲了这个什么 循环性的变化 这一点也是我们 在整个母体变化里面 考察大家最高的地方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题目 26岁一个出义妇 怀孕多何周呢 三个八周 十七月的 心润呢 90次 呼吸 然后呢 血压的变化 多不明显 扣着扣着呢 扣着呢 发现什么 进到左肩 稍微扩大 往左侧 正大 进进来部 有缩络的杂音 怀部 轻度水肿 问你最可能什么诊断 他说 妊娠期高血 疾病性心脏病 然后风生心脏病 然后心脏病 和没妊娠 然后什么 正常妊娠的改变 然后卫生期改变 那我们说 什么原因头学们 应该叫正常妊娠 从这个心率上 看了 其他的表现 没有高血压表现 肯定不是高血压的关系 对不对 这个风心病 主要是半毛的问题 一般我们说半毛 狭疹 常见风心病 那应该是什么 是要舒张气杂音 这个杂音什么杂音 社会杂音 而且这个心界扩大 叫什么 稍微的向左侧扩大 而且怀部叫轻度水肿 为啥会引起下肢这个水肿呢 主要原因还是 子宫哪片呢 右片压迫了谁呀 想强经脉 比较常见的 所以呢 如果你这个怀部水肿 比较重 或者什么呀 水肿休息 不消退 那就是病性的 不属于什么 生理性的 所以我们从这讲 这个从这表现 是一系列什么 没差一场改变 我们应该叫正常 病神改变 所以从这个题目 你能够理解这个地方就行了 好 这是我们讲的这个什么 比较考察点 比较高的地方 那么看一下 下面几个点 我们就点一下 同学们啊 然后这个血型的变化 跟这个循环呢 凑一起 我们需要大家了解一下 刚才提到过了 心脏负担是加重的 为什么加重呢 血容量要增加呀 那你过学会 啥时候开始增加呢 1到8种 什么是最高峰呢 32到34 跟心排出量增加是一样的 而且基本上这个血容量 大概到我们后期啊 增加的最高峰 大概增加40%到45% 也有双斜 40%到50% 都有可能啊 那这样这个呢 我们这个数值 作为一个参考 但作为我们考 这个组织医师来说 我们一定要记得 血容量 什么时候最高 血容量什么时候最高峰 那个心排出量 就什么时候 得到一个最高峰 因为你要什么 深圳过程 要不你是无法 受什么完成的功能的 所以的 办这个 3234 大家掌握了啊 在一个血量变化里面 关于这个红细胞 和血量问题 红细胞其实也要增加 但是在血量呢 也要增加 血量增加 都有红细胞 所以呢 它血液会出现 轻度的什么呀 稀释 但要记得啊 不要以为说 这个血液稀释 是什么 血液稀释 所以红细胞 是什么本身增加的 但血量呢 也增加 它增加 高于谁呢 高于红细胞 所以血液出现什么呀 稀释的表现 好 我们看一下 这个血液成分问题 血液成分里面 本身红细胞是什么 增加的 但是因为我们说 血量的增加 增于什么 多于什么红细胞 所以血液呢 要什么 要被吸湿 血液吸湿呢 我会发现 红细胞的什么技术啊 或者比容呢 稍微有点什么 有点改变啊 大家能理解 它并不是 真的是什么 细胞数目减少了 它主要是血液被吸湿 相对而言怎么样 减少 你能理解就行了 好 这是关于血细胞的表现 再一个白细胞呢 主要是什么 大家记得是 中性粒细胞增加 就可以了啊 它有淋巴细胞 还有什么粒细胞 什么叫什么单核细胞 都属于什么白细胞 但是在整个人生期间呢 也是为了提高免疫力 我们会发现 中性粒细胞会什么呀 稍微的增多 好 这是我们叫什么 血液成分的改变 大家还有想凝血因子啊 人生的什么 优细人生晚期啊 中晚期 血液出于什么 高凝状态 它主要原因就是 像香蕾蛋白源 还有什么样的增加 那所以性能的活性呢 要明显降低 那出于高凝状态的目的 就要是为产后 非免完以后 出血 止血的准备的 所以呢 它出于什么呀 就要高凝状态啊 血腿呢 是稍微的增快的 好 这是我们说 叫整个化妊期间 就能要增快 血液白蛋白 打过几号了 血浆白蛋白 什么 人生早期 就开始什么降低 就要是白蛋白减少 所以整个人生期间 血液蛋白是什么呀 是降低的啊 这个水平呢 医护到什么 到什么时候 到分娩的时候 分娩完以后呢 再慢慢的开始 怎么样增加 因为我们说 它孩子需要多 尤其是白蛋白减少 比较明显 还要增强抵抗力 至于我们说 孩子要需要 多去供什么呀 孩子 相对来说 人生期间 血液白蛋白呢 会稍微怎么样 降低一点 好 这是我们讲的 什么 这个变化 咱们来看一下啊 讲这个循环 咱们看一下 血的变化 它为大家的是 血变化 包括什么血容量 还有什么血细胞 还有什么各种 凝血因子 还有血量蛋白 都属于一个 什么血型的变化 我们来看一下 哪里像是错误的 这也是个考点啊 人生期 血液出于什么样 高阴状态 对不对呢 刚才你提到了 应该必须要 出于什么样 高阴状态 然后人生期 血液怎么样 吸湿 说了 红细胞增加 但是白细胞也增加 但是我们说了 血浆什么增加呢 程度 比红细胞 增加什么 更明显 所以血液出于什么样 吸力状态 对的啊 红细胞成长又是什么样 增高的 不是怎么样 降低的 因为它血液稀释 红细胞的急性呢 会发生改变 导致什么呀 沉降率什么呀 血液是加快的 不是减慢的 所以这个是错的 血液的活性 必须要降低 因为它降低 它会影响什么 高阴状态 是不是啊 所以这个 也是对的啊 人生期 血液的增加 一定要增加 什么是高峰呢 记住32到34是高峰 所以呢 这个也是正确的啊 哪儿不正确 应该是 血液是减慢 是错误的 对不对 所以通过这个题 今天你就学会 我讲了心脏的变化 我讲了什么 循环的变化 心脏变化 还讲了什么 血液的变化 血液的变化 非常的重要 同学们 需要大家把他掌握 好 泌尿 这个心脏变化 稍微了解一下心脏 好 你该身脏呢 要改变 于是血容量 身脏的什么 血液的流量 还有只要身脏的滤过滤 要什么 维持高水平 但是呢 我们这比肺炎 是要高 你再高水平 因为你代谢要增加呀 是不是啊 所以你必须要 把代谢废物 这一个人管两个人 既管了妈妈自己 还管了一个孩子 所以代谢废物 他要怎么增加 那必须怎么样 滤过滤 要怎么要增加 深香管呢 也是对什么 像泡到糖尿 修用能力 不能相应增加 你看滤过滤增加了 但是对什么 重修能力 没有相应的增加 所以会出现 可能会出现 生理性什么样 糖尿 这个大家知道 管理叫什么 生理性什么样 糖尿 所以在泌尿里边 可能出现这个 生理糖尿的原因 就是滤过增加 但是重修能力怎么样 不能相应增加 就这么简单 这个点能明白就行了 再就是管理 食尿管的问题 在孕妇期间 容易发生什么呀 叫急性 摄影视面 主要原因就是 尤其是什么右侧 隐气 食尿管不通畅 因为子宫右偏 压迫谁呢 压迫 食尿管 压迫食尿管 会导致什么呀 那则肯定 尿也不通畅 不通畅 时间长了 容易发生什么 感染白 上心感染 对不对 所以容易发生右侧 食尿身炎 要多见 好 这是我们关于这个 咪尿的变化特点 呼吸变化特点 给我记住了 因为你看 肺化量的改变 不明显 但是别忘了 还要长大 往上顶你 是不是 所以呢 它呼吸必须要怎么样 变深一点 但是频率不变 它想通过什么 你还要向上顶 不要紧 我要什么 使劲上什么 深一点呼吸 办了什么 残性要跟它排出去 但是残性要 怎么也排不完 大概也减少多少呢 百分之二十 这个 我们上面的上 上汇道的黏膜要充血 因为我们说 为啥整个怀孕期间 这好多黏膜呀 还有这什么 生命器官要充血呢 主要是什么 高水平刺激素 孕激素 导致血管要扩张 血管一扩张 会你去啥呢 给你充血的表现 所以呢 那这个上汇道什么 充血多了 会被你发生上汇道 改变啊 你像我们小孩一样 为啥小孩容易患肺炎呢 因为小孩的什么肺里边是血多气少 所以容易患肺炎 那同学道理 于怀孕期间上呼道 黏膜充血 那容易发生什么 少的感染 所以呢 呼吸叫声 然后呢 频率不变 但是容易患什么呢 少的感染 特点 那你理解就行了 消化 也是啊 牙齦都要充血 然后请要肥后充血 所以容易出现什么 牙齦出现出血 对不对 这个呃 胃内的什么 内容物 逆流到时候下午 传出什么 胃什么样 烧着感 那主要还是以这个什么样 胃的柔动能力的改变有关系 还有它的什么 这个各种什么 悲逆因子的改变有关系 我有什么感呢 常有烧心吗 就你讲的 哎呀 这叫什么 叫导音反应 是不是 不想吃饭 然后什么烧心不舒服 这表现啊 好 这是管理这个什么 消化的变化 还有容器什么 肠容的减慢 以及便秘 出现什么 痴症加重 为啥呢 你不右旋子宫压迫吗 对不对 好 再一个胆质了解一下啊 它会导致胆囊的排空时间延长 那主要是平滑肌松弛 对不对 血管扩张 也是有因什么 平滑肌松弛 那你胆囊呢 还有胆道也是平滑肌 所以它要什么 松弛 会引起胆质排空的时间 要什么 延长 由于发生胆质预机 所以在我们这个 人生期间 孕妇 还有一个病 就是什么叫 人人机叫什么 胆质预机综合症 所以在主要 你就没有预机 你用什么 这个表现生特点 容易发生什么呀 又发胆囊炎 还有什么胆质石 就是说 大家办法理解一下 主要是全身的平滑肌 都会在基础性的种下 用于什么松弛 你这一系列表现 你就可以理解了 内分泌变化 我讲一个地方 就是我们关于垂体问题 在整个内分泌的轴里边 这个腺垂体 非常的什么 特殊 它要分泌什么 醋 性腺激素 但是妊娠期间呢 这腺垂体要什么 增大非常明显 而且胜细胞 表现什么叫 妊娠细胞 它分泌的什么量 改造老师 你增大了 是不是分量增加呢 你看我发现 正好相反 它虽然是增大了 但是分泌的 Fs 反而怎么样 减少 所以整个妊娠期间 是不排卵的 但是有一个激素 在增多 谁呢 叫 蜜乳素 也叫什么 催乳激素 叫Pr 什么R 从人生七周 开始增加 随着人生再增加呢 它的量呢 会逐渐怎么样增加 然后飞孕 或者什么 也十倍 到一般是什么 如果分泌后 你步步的情况下 常用三周 降到飞孕水平 一般要是给孩子 喂奶过程中 在蜜乳素 继续分泌 大概查后什么呀 80天 80天几个月 给你三个月 降到什么 分泌水平 所以不管你怎么降的 但是我知道是 线垂体增大比较明显 它主要是分泌的太高 的什么东西 叫蜜乳素 但粗心腌激素 正好相反 虽然你也分泌 心腌激素 但是因为它增加 同时反而怎么样 它有高水平的刺激激素 抑制谁呀 Fs 而是分泌 它的分泌量是减少的 至于卵潮的卵潮呢 也不放育 也不成熟 也是不排卵的 就是讲垂体变化 那从这讲 又还要就一个点 它增大明显 那如果说肠大出血 导致什么 失血量 休克 失血休克 引起腺垂体 急性缺血坏死 就会引起我们 在妇科里边 特殊的什么 病发症 叫习汗式综合症 同学们可能听说过 就是因为垂体坏死了 激素不分泌了 整个肘怎么样 瘫痪了 出现一系列什么呀 没有机子的什么 这个表现 头发 眉毛 脱落 面色 苍白 月经 布莱 乳房都伟失 声情都伟失的表现 我们叫什么 叫习汗式综合症 主要还是他 怀孕期间 冲血太明显 突然大突血 倒是什么呀 缺血性什么呀 死亡的 这叫什么 内分泌性的变化 大家需要了解一下 实际上线皮质 要改变 那你说 正常不是实际上线 不是要分泌实际上线急速 还分泌什么呀 搞酮嘛 是不是 那皮脂垂呢 一般来说呢 大概是要什么 稍微高一点 稍微高一点 但是呢 我们其实有活性的东西呢 并不高 我们也没发现 实际上线皮质 功能抗认的表现 再一个就是 我们叫全乌酮 它是一个什么 盐皮的急速 还有个糖皮的急速 是不是 管糖的是皮脂垂 管炎的是什么 全乌酮 大家比较熟悉了 人性分泌期间 全乌酮的分泌量 大概增到四倍 大概是百分三到四十 所以你四倍增多 也不至于会引起什么 过多的纳粗垂 但是孕肤怀孕期间 确实会导致什么呀 是纳粗垂 你讲的变胖了 变丑了 对不对 它有其中通有关系 但是呢 不至于引起过多的纳粗垂 所以其中增加 也看不出明显的 这个水龙表现 那相对来说 也是它有关系 在一个稿酮什么分泌增加 会导致什么 孕肤的毛发 变得比较茂密 是吗 阴影毛叶 阴影毛叶比较茂密 那主要是它的功能呢 还是有点增强的 对不对 功能有之后强 但是激素水平呢 并没有增加那么明显 所以它也是一个生理过程 那不能说 只要你不超范围 就是一个什么生理过程 就是摄氧线这些功能 甲氧线总共增加 在人生期间 甲氧线本身要增加 这些增加不要紧 甲氧线激素是增多的 但是油里的甲氧线激素 并没有增加 所以你要什么 你甲氧线激素增多 给你蛋白衣结合 油里的并不多 所以它是什么 并没有出现 甲氧线的表现 虽然你都增多 但是没有出现 什么病性的表现 这又是我们说 各个内风性的一个变化 大家需要参考一下 好 肌肉代谢也增加的吧 因为你代谢要 利润什么要加快 所以体温升高吗 增加大概是 15%的20% 所以孕妇呢 可能是就怕热 不啥呢 代谢增快呗 对吧 然后伴随于孩子增大 我们说 水纳的什么增多 那肯定是体度要增加的 一般三个月之前 变化不明显 从这个周开始 从差开始 体重平均 每周增加的数值 要给我记得 350克 也有数量说 不超过多少克 平均每周增加是350克 最多不超过多少克 500克 所以到整个孕期 平均整个孕期的体重 增加大概是什么 不超过12.5公斤 所以这个数值 是我给大家改过的 我们希望大家 就是说 每周最高 不超过什么500克 但是整个孕期 体重增加 记住 不能超过12.5公斤 因为现在在临床上 特别有规定 要求孕妇的孕期 我们做围产保健 要什么 严格控制孕妇的啥 体重 我控制孕妇的体重 目的就是在分娩过程中 能不抛 我们就自己生 因为只要你孩儿不大 那能通过能通过产道出来 是足够可以分娩的 但你孩儿太大了 就影响分娩 所以呢 这个每周庭的增加 不超过12.5公斤 大家要掌握 一个是最多 每周不能超过500克 但一般平均是 每周增加 大概是350克左右 这个代谢 这个体重 大家要掌握 要是如果小细节 考案大家 不要忘记就行了 感谢观看